大家好,我是彩音飘飘 我现在是在湖南长沙 这里是解放西路和福盛路的交叉口 看到我前方的那栋高楼 它就是长沙的第一高楼 RFS国金中心 在这边就是长沙有名的太平老街了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因为今天我要带大家看一处非常特别的丁字户 就在前面大概100米的样子 丁字户有多特别呢 我们先去看一下 看看就是我前方的这一栋丁字户 咱们来看看它的旁边 旁边的那一栋就是高层的住宅楼 这边这一栋就是写字楼 前方的这条大道就是我刚刚说的解放西路 在前面就是湘江了 其实这栋丁字户的地理位置还是挺不错的 周边也是非常的繁华 如果不看它这栋丁字户的高度 大家是不是不会把这栋楼跟丁字户联系到一起啊 这栋小楼的外立面啊 现在是刷了黑色的涂料 稍微装饰了一下 看起来呢 也是有档次多了 在小楼的四周都是高层建筑 附近就这一栋三四层的楼房 抬头仰望 小楼就被围在了这些高楼之中 感觉就是一群高个子 把一个矮子给包围了 很不起眼 从旁边的小巷子 可以到这栋小楼的前面去 这条小巷子很窄啊 小楼的侧面外墙没有初心 看起来就破旧很多 我现在是来到了这一栋楼的前面 它原来这栋楼呢 是租给了一位老板 开的是一家饭店 但是现在看到没有 它这栋楼的四周啊 是搭满了脚手架 下面还有围挡给挡起来了 在那个后面呢 还有一些工人师傅正在卸货 看这个样子 是不是又重新租给别的老板了 这位老板的话就觉得 不把它重新装修一下 就跟旁边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啊 所以看到没有 整个这栋房子的话 都是在重新装修当中 据说这栋房子呢 是兄弟四人共有的 当初在开发建设 这一片高楼大厦的时候 这栋小楼呢 也是被纳入了拆迁范围内 但是房子产权是兄弟四人的嘛 所以他们就一致要求 至少一个亿才肯办 这么高的价格 开发商肯定是接受不了的呀 最后这栋房子就被搁置在了 咱们再从侧面来看一下这栋楼 看到没有 从这边 然后一直到那头 全是这一家的 那样看的话 那边估计有两三层吧 这边也至少有三四层 近身很长啊 哇 这么大的面积 这么好的地理位置 难怪当初要价一亿了 这个旁边有个小门开着 咱们进去看一下 里面有很多工人师傅正在忙碌着 不知道这以后是要开什么店 关于这栋房子 当初很多人都说 现在不愿意搬 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栋房子没有被拆掉 不仅没有吃亏 反而现在每天都能收租金 大家觉得这算不算幸运呢 感谢观看